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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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可爱的孩子们 谢谢你们 哎呀你看乐呵的 谢谢我们可爱的舞蹈演员 谢谢你们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非常6加1》 我是朱迅 欢迎大家 欢迎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啊可说我们《非常6加1》儿童系列特别节目 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 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 这么可爱的小选手 将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他们的才华 同时他们也要争夺唯一的一个非常小明星 每一个孩子都有特别的任务 那就是挑战大明星 他们会要挑战谁呢 来赶快跟你一起认识一下 我们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节目主 陈月亮姐姐 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演员周伟 来 让我们请今天一号选手 闪亮登场 看开快没发啦 i gotta take that i gotta take that i'mma take that come on lo go 哎哟哟哟呀娃娃娃 岔晴风红的脸下净出的头发 哎哟哟哟哟娃娃 clubs你也会笑我 这样叫妈妈 哎哟哟哟哟娃娃 仍然当大眼睛仿佛的对我说话 哎哟哟哟 让娃娃 唱着我的手 让我跳舞吧 很高级你 南天这种舞会 让我们一起来嗨配 动了这歌声 美丽的梦想 让我们一起来干杯 毛熊唱着 熟悉的歌 看去玩起 唱唱的笑 我一边牵着 让娃娃说 我一边牵着 让娃娃说 我一边牵着 让娃娃娃 我一边牵着 让娃娃娃 I gotta take that I gotta take that I must take that come on let's go 哎哟哟哟 让娃娃 看见当大眼睛发不大对我说话 哎哟哟哟 让娃娃 让娃娃 唱着我的手 让我跳舞吧 这还有风呢 那个不是给我的 哦 都给她呀 好漂亮 你看 月亮姐姐一系上微博 她像月病了 明明像月兔 哎呀 真漂亮 这是什么呀 博博 博博呀 嗯 嗯 二娃 哎呦 慢点 别的不送啦 我还喜欢你的帽子啊 哈哈哈哈 我的鞋我也喜欢 宝贝赶快回来 要不然身上全给抢走了 赶快 好可爱呀 你说你把他们俩打扮成羊娃娃哟 这 月亮还蛮像的 你戴上这个哪像个羊娃娃 那我像什么娃娃 像企鹅 像企鹅 其实我觉得有黑有白就是像企鹅 你觉得它可以像 你像羊娃娃 我像羊娃 谢谢 哎呀 你要哪一个羊娃娃给你点评啊 月亮姐姐 哎呀 月亮娃娃 给我们点评一下 你送我的微博是温暖牌的 戴上去以后特别特别的暖和 嗯 而且我仔细注意了一下 我长这么大也没有收过这么大颗的钻石 看到没有 好漂亮啊 你刚才一上来的时候 我旁边那个企鹅大哥他就说了 他说月亮 我分不清究竟哪个是娃娃 哪个是小朋友了 觉得你整个就像一个羊娃娃 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唱歌和舞蹈 我本身就是羊娃娃呀 哎呀 说不了 好甜蜜哦 你这样说话我的声音也会变呀 哎哎哎哎 孩子这么说可以 你再这么说话我就要掉下去了 你知道吧 怎么了 人家也喜欢模仿吗 人家《少儿》节目主持人就是要模仿了像小孩子 大家说对不对 哎呀 但是你这样讲话人家受不了的啦 哎呦你受 哎呦天呐 哎呦你把孩子都闹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到底是谁杨娃娃给我们做下自我介绍好不好 好 来 哈喽大家好 我叫陈一飞 我是陈一林天亮的妹妹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支持我 谢谢大家 哎呀好可爱啊 你多大了来着 几岁了 五岁了 五岁了 你是谁的妹妹 蔡一林的妹妹 你真的是蔡一林的亲妹妹吗 嗯 蔡一林那个可爱的小姑娘 哥哥好胖啊 你哥哥也叫蔡一林吗 哥哥叫蔡一林 我叫蔡一飞 哦她是哥哥蔡一林的妹妹 你哥哥在哪里 在那里 我看看蔡一林长什么样 哇 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你是蔡一林吗 蔡一林 你不定整形啊 你真的是蔡一林 对但是差不多这样的名字是不是 哎呀这个反差也实在是太大了 谢谢哥哥好好照顾妹妹妹妹 真的好可爱呢 哎呀 你哥哥厉不厉害 不厉害 他打不打你 打我 不要打妹妹 好可爱 那你能不能把你毛上的东西抱上来给我们再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 好啊 我去把它拿上来啦 好的 我去把你毛上的东西抱上来给我们再表演一个节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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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 唱出我心中美丽的梦想 一起去拍摄 一起来去歌唱 白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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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你看吧 周伟看的都这样了 你都 你干嘛 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觉得他的杀伤 张力太大了 哦 就是看着我呀 心潮澎湃 而且还能从中得到一些个经验 哦 你看为什么这个小朋友他这样一讲话 哈哈哈哈 就变到我了 他一讲话会得到这么多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呢 嗯 他就是每一句都有一个造型 就是你也应该要要吸收这样一个经验 以后再主持节目也应该这个样子 哦 真的吗 你一上台也应该 嗨大家好 我是朱细 今年五十岁 不是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 十五岁了 这里是六加一 嗯 那绝对你看那个 而且你会赢得很多小朋友观众的热爱 嗯 我十五十岁我就变成老幺痴了你 我没有 我说你说走嘴了对不起 什么还说走嘴了 我二 我十五岁了 哎 他欺负我怎么办 嗯 他就像你哥哥欺负你一样他欺负我 你打他 我舍不得怎么办 你什么舍不得 我舍得 哈哈哈 要不我替你打方便一点 哎 没你什么事 好难不跟女的 嗨 大家好 这里是非常六加一 我是朱细 欢迎大家 哎呦 可以吗 你觉得这样完成像你的风格吗 可以了 同意是不是 哎 其他王融融的玩具和她一起表演吗 有 还有 哎呀还有呢 那赶快拿上来快点快点快点 好想看是什么 Teacher teacher 长长的诶 是 你 我要 你 我要 去 去 开 我觉得 I'm good, I'm bad, I'm sorry No thing, no way, let me free I'll leave me, leave m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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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iday 哎呀,好孩子 我都想变成那只大猩猩 给你一起跳 太可爱了你 月亮姐姐,我们跳得好不好 跳得特别好 其实下次你不用让大猩猩直接在台上 你直接找我旁边那个周围大哥哥 其实我觉得他长得更像大猩猩 他在旁边一坐就可以了 他哪是大猩猩 他就是这只猴 他本人就是大猩猩 好男所和女的 他外面包着一个周围的那个 那个门红的皮套 他里面就是只猴子 对不对是不是 好不好 你看多可爱的布娃娃 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布娃娃一起挑战大明星了 两位大明星请戴上眼镜 来 宝贝请准备 两位大明星请戴上眼镜 请戴上眼镜 来 周围 无论你是这个北京熊 还是大猩猩 请上台接招 来吧 什么意思 这头比你多大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好孩子 怎么挑战大明星 你搬上来一个这个呀 他要带的东西 我要带着他呀 带着他干嘛呢 那你让谁上来不一样了 带着他干嘛呢 他来跳舞呗 他来跳舞 他是小熊 然后你是什么呢 我是羊娃娃娃 我一起叫羊娃娃的 羊娃娃和小熊跳舞了 羊娃娃和小熊要想一起跳舞了 明白了 这孩子就喜欢毛绒玩具 所以白儿没有毛绒玩具 他跳不下去 你是让叔叔演大 演这小熊是吗 不是演 那我演什么 就是 你挑的人太合适了 真的 那我需要 我看不见怎么办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叫你一个动作 叫我一个什么动作 我就好像来 你大只手爱心动作 这样子 好吧 我觉得你真的是个好老师 真的 来 来 准备好了吗 熊 准备好了 熊妈妈 来了 来了 让羊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 一二一 他们在做多么好呀 多么好呀 一二一 让他们像个小熊跳呀 一年头呀 一二一 让羊娃娃笑起来 跳呀跳呀 哈哈哈哈 来 抱歉 站回去 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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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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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脑袋它怎么做这新的形状呢 宝贝你觉得它做得好吗 嗯 你满意了吗 满意吗 满意了 满意了它可爱吗 不可爱 没有 你这手艺诱导诱导 那我可爱吗 可爱 那你亲我一下好不好 气急 那你亲我一下好不好 好 我必须的 我必须的 我白跳了 宝贝 亲叔叔依靠 嗯 真棒 你又没那么可爱 那怎么了 好吧 那就看在你辛苦的份上 算了吧 算了吧 你就算了吧 好 下去 什么人呢 再次谢谢我们的布娃娃 谢谢 谢谢好孩子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让我们就请今天的二号选手 闪亮登场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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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 月亮 你刚才顶了这个刀 也就知道孩子确实不容易 对 是吧 我们两个 就刚才这个节目点评一下好不好 一开始他照顾的时候 我没明白他今天要干什么 当他把这个刀拿起来 然后顶到脑袋上 做了一系列 包括转身 各种高难度动作的时候 我觉得这小朋友非常了不起 大家说对吧 好沉啊 这个刀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 已经很沉了 对于他一个五岁是吧 五岁的小朋友来说 沉上加沉 真了不起 谢谢你 谢谢月亮姐姐 不客气谢谢 来 做一句话给我介绍好不好 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 Hello教授 今天好 我今天五岁了 我是二号学手 人家都叫我大刀妹 希望大家喜欢我 谢谢 你叫大刀妹 嗯 这是你的外号吗 真的 大刀妹 你的外号是什么周伟 我叫耍剑哥 自己说的 是我说的 你说他们怎么都这样 以后我就很理想 我们说的很正常的话 他们都那么去理解 以后我就管你叫周小剑 剑哥 剑哥好 那接下来你还有什么绝活吗 竹台舞 你还会竹台舞啊 竹台舞会不会有一点点危险 会 那让我们让剑哥来表保护你一下怎么样 好呀 那周伟老师 不是他同意是不同意 刚才就爱大不理的 那行不行啊 好吧那就 那没办法 我判冲在这好吗 这里面只有你一个是大老爷们了 我可以吃一遍啊 你愿意让他来保护你吗 愿意 哎 你看这不就行了吗 哈哈哈哈 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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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妆 进去吗 他真进去了 小心 周围你要活 你要活 他那小肚子是怎么着来的 我说错你了 我饶了你了 你弄下来吧 我饶了你了 乖 下来 我觉得这东西比刀还沉呢 那就再试试 朱训 我算服了你了 躲开点 带孩子多远点 能站起来吗 又有 周围终于站起来了 刀舞当中的舞妹 刀舞 要回眸一笑 要千交百费 哎呀 不能带你了 哎呀 和你妈呀 别那么客气老师 其实孩子真的特别棒 你为什么喜欢这样带有一点挑战性的节目呢 你喜欢顶灯顶刀这样的节目呢 你是有冒险精神的小姑娘吗 是 你比如说你还会什么样的节目 再柔和一点 一会儿顶灯一会儿 那个他妈 顶刀的 他妈 你知道这个时候把嘉宾放台上很干的 我可以下去了吗 你听着 你听着 那个 你会一点柔和的节目吗 我这些都是来自和沙漠有关系的舞蹈 我今天带着大家表演和沙漠还有关系的节目 我们要表演应该和沙漠还有关系的节目可不可以 太好了 你下去看好不好 我喝了我就搭这一句话 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 遇到爱不懂爱 从过去到现在 直到她也离开 留我在云海徘徊 明白没人能取代 她将给我的信赖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fly 不难以致以赖 别人给我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就算风雨覆盖 我也不怕重来 我不会孤单 这首歌应该叫做挥着翅膀的女孩 但是您注意到了吗 孩子画的是挥着大刀的女孩 这个孩子其实平时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孩子 但是心里真的是特别的有数 内秀 这个孩子会挑战什么样的大明星呢 两位请戴上眼镜 两位请戴上眼镜 都别说话都别说话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现在的苹果的清觉 她选的是谁呢 她是谁呢 估计跟我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从后边大姐手朗的笑声 我就已经判断出来了 两位请摘下眼镜 周围你看上来接受挑战吧 来 这不是动员 我给你学是吗 好的 这不是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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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这个 真的好难啊 关键是 它能突然从一瘦脸 挂嘴脸变成一肥嘟嘟的脸 你看我给你电影 我掌握技巧了 吸气 看到没有 这就是朱讯 大家好 我是朱讯 欢迎收看《非诚6加1》 下一个 换频道 少儿频道 大家好 我是月月 宝贝 你对周伟的表现满意吗 满意 你叫他叔叔还是叫哥哥呀 叔叔 那你叫我呢 奶奶 姐姐 谢谢我的小宝贝 我们记住你了 你就像来自沙漠的神秘女孩一样 好不好 就是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 再次掌声感谢一下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让我们又请今天的三号选手 闪亮 听唱 听唱 空气沙沙 放光彩 空气沙沙 暖胸怀 空气沙 空梦的心 当牛会找万代 空气沙 空梦的心 当牛会找万代 空气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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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衣衫 放光彩 红衫衫 暖胸怀 沾沾毛主席 晒热草 晒黑红星 算万代 沾沾毛主席 晒热草 晒黑红星 算万代 你真的像潘东的 你真的像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你为什么一句一个调呢 我不知道 你想听谁的点评呢 好孩子 就月亮姐姐的 月亮姐姐给我们点评一下好不好 特别好 我就知道小朋友会喜欢我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的肚子起来就会那样 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 在一个歌曲里 唱出两个声部的小朋友 而且是高八度和低八度 能够完美转换的小朋友 我主持了十几年的节目 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小朋友 你真的太了不起了 我说了这么多 你听明白了吗 那我说的什么意思 没有 不知道 小朋友 你能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好 拿花总做自我介绍 谢谢 大家好 我叫季仔 今年三岁半了 来自第一名省服务院室 这种人家非常专家医 我老高兴了 老激动了 高兴了 这个阿伯娘 大年没看毛鲁牙子上包 脱热盖 可涂了皮了 高兴了你 激疗我激疗的是吗 你孩子 你为什么叫七仔呀 爸爸和我妈妈 在七周年生的我 爸爸妈妈结婚 七周年的时候生的我 所以叫七仔 你今天的任务 是干什么来的 第一个是不要乱跑 认真回答 第一是不要乱跑 第二是认真听话 并竟认真回答 是不是 第三呢 是 表现不好 拿火车票回家 啊什么 表现不好 拿火车票就回家去 哦明白了 这是你爸爸吓唬你的吧 是 是吗 是啊 指呢 指呢 他爸爸我认识他 我知道 他爸爸妈 为什么认识他 其实他参加了 非常六加一的海选 但是对不起 当时好像 没有能够通过 是不是 但是孩子通过了 对 你吓唬谁呢 你服气不 不服气 不服气是不是 孩子 你跟你爸爸谁厉害 我 啊 你厉害 爸爸你跟儿子谁厉害 我厉害 你这有什么 有什么当爹的吗 你跟儿子争什么 那爸爸你会什么 我唱一首小白羊嘛 唱歌是吧 对 那宝贝 咱先跟爸爸比比唱歌怎么样 好不好 谁输了谁拿火车票回家 怎样 可以哈 你小白羊 有请 一颗呀 小白羊 小白羊 张在梢座旁 跟儿神 干儿庄 守望着北家 微风吹 吹得绿叶 沙沙 像楼围 太阳 太阳 照得 绿叶 三云 光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小白羊 小白羊 她张我也张 同我一起守边她 我说这转调的根在哪呢 是从咱爹那儿就学来了 好孩子 你会唱歌不 会 会吗 会 那次给咱唱一个 给你爸PK一下 好不好 好 唱什么 绑组组女人 咱团里的人 来 下来 咱到台阵中 咱跟老爸PK 老爸PK 咱团里的人 是不是 你看咱的精气神 转调不 来 起音乐 我的老老家 就不在那个村 我是那个村里 鼓声鼓掌人啊 天村的鼓掌大呀 我才有谁也出了 那里像 明明的木 老师们 鼓掌 那里面发生过 许多学的事 回想起那是 特别的根 有没有说是 有心事啊 我宁愿认识 我们脚下还有动作呢 重庄家 踩水道 重庄家 我宁愿 我宁愿 我还以为还有一段呢 我觉得这个裁判就是 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和我们两位嘉宾了 这张火车票到底谁拿着回家啊 那个 喜欢爸爸的请鼓掌 你是客气啊 然后喜欢儿子的请鼓掌 全是在库里的人 你赢了 你跟要跟爸爸说啥 你回吧 你回吧 哎呀 那马上老爸 您先回 我们在下面看看 孩子那个挑战大明星好不好啊 宝贝 上来 上来 好孩子 那接下来 你要挑战大明星是不是 嗯 是 是 我们要挑战大明星的两位大明星 请戴上眼镜 起载加油 两位大明星请戴上眼镜 我们七仔要挑战的是月亮姐姐 请上台接招 那我直接拿火车票回家 好孩子 你要挑战月亮姐姐什么呀 挑战月亮姐姐身体猜字 身体猜字 你用身体摆一个字让我猜 是不是这意思 好 好的 那来吧 第一个字 十 十 十 三 二 一 白 十 十 这是个十字吗 对吗 是吗 我看 嗯 这是什么字 天字 天字 我真没看出来 我以为猴子呢 这是个天字 你说天就天吧 接下来不能说话了啊 来 摆下一个大字 这是什么 摆下一个大字 大 我看下怎么跟他一样一样的 因为透题了 对 对不起 再来 再来 我拿火车再回家 行我知道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字 请摆 这是什么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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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这是什么字啊 能接下来答案吗 这什么字 中 中 中字啊 中国的中 下面小朋友猜的都好 这是中字吗 是 真特别 还有字吗 没有了 还有一个 还有 这是什么字 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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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肥 肥字对吗 是肥吗 是 哎呀 梦也能梦 对呀 还有字吗 肥 没了 哎呀 我这是什么字 这什么字 这是L 拐字 这是L 啊 是万字 对了 就是万字 那我怎么看像个R字呢 像阿罗数 阿拉伯数字的R 其实我就是想把你的小名展现一下 故意这样的 R字 这是R字 那今天挑战大明星成功了 那我可以下去了吗 那他可以下去了吗 嗯 嗯 好 嗯 好吧 反正也有点上不大眼的意思 自己下去了 谢谢月亮 谢谢 那你表演完了吗 那你可以下去了吗 啊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发现这孩子的口头缠着声 嗯 不知道 嗯 不知道 哎呀 这个笑容太可爱 好 宝贝拿着花筒下去吧 好吗 再次谢谢这个可爱的孩子带给大家的快乐 谢谢 方波 你的火车票真留给我了 是吧 哎呀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让我们又请今天的四号选手 闪亮 登场 我叫起 山山山跑 啊东 啊东 东东东向啊 平天东地 哎呀嗨 那哈呀喝 哎呀那呀嗨 嗨那哈呀嗨 那哈嗨嗨 那哈嗨嗨 那哈一呀嗨 那哈嗨 那呀嗨嗨 那哈呀嗨嗨 那哈呀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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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天东地 哎呀 啊 啊 都说 哎呀嗨 新鱼是弄没打烟 又不行 哎呀是 山菜多妙巧啊 山体配游戏 水里连的打烟啊 双眼皮 水里连的打烟啊 双眼皮 男朋友 好一个美娇娘啊 你是小红娘吗 是 好的 小红娘 我想问一下 你想请谁来点评一下你呢 月亮姐姐 哎呦 可爱是偏爱啊 月亮 因为你不认识我旁边这个星星哥哥 对吗 不是 我认识他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点评呢 他怕我累着 自从跳了肚皮舞 你就一直想歇着 对吧 小红娘 特别特别的精彩 刚才你在整个的演出过程当中 旁边那个周围就一直 发自肺腑的 就说 真棒 真好 真地道 三振 谢谢 哎呀 他这个评价就说明你是个角啊 一个人撑起这么大的舞台 特别不容易 赶快让我们认识认识这个角吧 来 你叫什么名字 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嗨 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李响 今年八岁 来自河南纪元 我的名字叫李响 其实啊 我也有一个理想 就是能打扮成红娘 竞选世界小姐 打扮成红娘 竞选世界小姐 我的个天哪 在世界小姐比拼的舞台上 还没见过红娘的身影呢 这有点难吧 因为我以前看过世界小姐的 就是那个 这个比拼 好难的 要比拼走秀 比拼什么才智 比拼才艺 有的甚至要比拼这个体育 你都OK吗 OK的 OK啊 看你这 这确实有点不大像世界小姐的比拼现场 要不然我先给你来一个走秀 接下来出场的是宋朝的著名丫鬟 宋朝走完了是吗 对 但是她的范儿还挺正 一般人家走秀都进了 对就是全是您那劲 对没错 都这劲 她是经济的幻想出来 说不定能出气之胜的 这也是挺新鲜的一招 对 那么接下来 这个世界小姐的比拼 是不是要比拼才艺了 对 请问 Mr.宋朝 你会什么样的才艺 我呢 我觉得吧 今天啊 我的心情呢 是十分的激动 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首 特别符合我的性格 特别符合我的命运 特别符合我追求的歌曲 大家想听吗 符合性格命运的歌曲 叫做 我是一只小小鸟 每次早了 也是人机的时候 总是睡不着 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 明天没有变得更好 未来荒调 究竟有谁会知道 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我永远都找不到 我是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也飞 却飞也飞不到 我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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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温暖 想不算太高 我是一只小小的小鸟 想要飞呀飞 却飞呀飞不够 我心心眯眯 心心眯眯眯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 想不算太高 哎呀 一般来说学系的人 学系的孩子 唱歌的时候都会带一点戏圈 但是你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你看把两位评委 听的那个叫淘嘴的 那接下来我们比过了才艺之后 你过关了 他体育你OK吗 OK的 你什么项目你比较拿手 转呼拉圈 咱们就用呼拉圈这个项目挑战大明星 你说咋样 好呀 那你这个挑战是不是还有点特色 对 那两位大明星 留一点悬念给你们 两位请戴上眼镜 小红娘请选择 这位怎么指着自己呢 两位在下眼镜 我特想知道你为什么你戴上眼镜你什么都看不见你怎么知道孩子觉得是你 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使自己 那你为什么使自己 没有我刚才一直 因为我是在做敲心鼓动作一个收拾 大 你以为是我 哦 又是我吗 没办法 孩子选择了你 请上台接受挑战 来吧 我可以告诉你我挑战的内容是边唱四二三边唱我是一只小小鸟 一边转一边唱啊 对 那能不能唱得快点的歌 那歌太慢了 转不起来 转不起来也得转 那你先做个示范 好的 哦 让孩子做一下示范好不好 我们先看了之后 对 好了 好嘞 这么长可以吗 我能不能用我自己的 你要我自备吗 好吧 可以吗 可以 等我一下啊 你还有自己的呼啦圈吗 就这个吧 来 不行 起音乐 不行不行 我自己带着呢 不行 你根本没有 你没看见吗 没有 这有 没有 有 没有 你这么大人 你跟孩子叫什么进来 你跟小孩玩的吗 你怎么你跟这孩子 来 对 听 听 听 给小的音乐 听 你试试这个 带这个难 试试吧 来 来 小的 来 发动我帮你拿着 小小的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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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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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镜头也可以吗 不行 你的手不能扶呀 手不能扶啊 对 你试试你这能不能转起来吧 对 你试试 尿的不吵 好 预备 开始 这也行 这也行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我看了 赶紧下来 想要飞呀飞 却飞呀飞不高 唱完啊 我虚虚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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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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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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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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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小姑娘 你饶了她吧 好吧 你这真的不行吗 你试一下呢 宝贝你听我说 我为什么给她零分 我是特别有道理的 刚才小朋友说 胡拉圈是要用腰劲 对 周围长这么大 都不知道腰长在哪 原来她一直认为 脚脖子那个地方叫腰 你认为这样她做的时候 腰不使劲吗 你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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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我自己试一下疼不疼 如果不疼 你就自己来试一下 好了 可以了 你看人猪训 这段导播 这段导播 不要往外播 因为你还这么多年 在中央电视台 主持人形象全毁了 你刚才转的时候 你 真的 我都知道 你老了以后 什么样了 不许播 你们要楼上 大楼上这段掐了 掐了啊 哎呦 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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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一直是这样的 你这个这样的 千万以后不要在台上 转货了圈 这是因为她说疼 她是被欺负你 真的 她欺负我很多年了 我跟 我想对周围叔叔 说一句话可以吗 你说吧 好女不跟男逗 好 谢谢 终于我说了 你终于说出了 我这么多年 想说不敢说出的话 好孩子 这不难为我们了 行吗 好 满意了吗 满意了 来谢谢我们的小红娘 谢谢 祝你真的能够得到 世界小姐 好 谢谢好孩子 谢谢 很丑吗 那个样子 拜拜 拜拜好孩子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今天的 第五号选手 闪亮登场 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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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的疼的这只手呢 这手指全部按一遍 看看哪个手指头疼 一二三四五 哪个疼 然后呢 我再继续用两个手指 摆在地方的是一个疼的手指头上 看看这只手指头有多长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下 在肩膀上拍九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然后呢最后拉起来 耶我们拉开了 我们是真正的双胞胎 什么意思啊 这是玩的半天 我们如果要是手拉不开的话 那就不是双胞胎 拉开了就是双胞胎 最后那一下拉开了 就是也就是说前面都是未知数 什么几下哪个疼都不一定 但最后那只要拉开了 就是双胞胎 对对对 要不拉开就是假的 对 设认一下 那我 周伟哥 周伟姐姐 我们先下台 会衣服 好吧 你们下去吧 来吧 验证真美的时刻到了 到底他们俩是不是双胞胎呢 这是为我妈的荣誉而战 周伟把手伸出来 然后朱训狠狠地打下去 注意要实践 三 二 一 哪个手疼 哪只手疼 朱训狠的手疼 我现在我心疼 相比之下 右手疼 右手疼 因为他指甲挠了我一下 拳出你的右手 朱训 把他右手上面 那六个手指头都掐一下 你才六个手指头呢 七个 不许用指甲掐 你这挑黄瓜那是怎么 用指甲掐 就被这事留了十几年之下了 来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七个手指都掐 哪个手指都疼 这个 这个量一下 量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这么长啊 他大拇指 有这么长吗 这大拇指七个长 七下啊 来 还七下是吧 放了放了你们俩该那个游戏了 七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别动 别动 这手手 手手拉起来 拉起来 拉起来 不要动啊 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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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啊 能不能打开 打开 打开就是双胞胎 三 奇迹 观众朋友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多年的秘密就要揭开了 约 三 二 走 妹妹 妹妹 我怎么 不会吧 我不信 我要找一个观众下来跟我试一下 谁愿意跟我试一下 观众 男的观众 男观众 干嘛可以找男的呢 就看我是不是同胞的龙凤胎吗 来 一 二 出去 轻轻地拍一下 一 二 哎 哪个手轻 来都掐一下 可以掐了吗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哪个疼 六 没有 哪个疼 也是这个疼 来量一下 几整 五个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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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一个呢 六 二 三 四 五 六 哎 六 六 开肩 开肩 一备 起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不动 二 我说 刚才说什么来着 是拉开了 我不错 拉开你们就是伤胞开 一二 三 开 一 二 开 这怎么回事 这个 这结果不是下掰的 这就说明我们俩不是兄妹 是 你 我们俩不是兄妹 你别美了 你回去吧 你自己有兄妹 我们俩是 中了这个手势 我不愿意 那个手势 是 朱迅老师不愿意松开 可美 这拉倒不黑 还给我解释的 张先生这手不是我不愿意松开 是朱迅老师不愿意松开 谢谢 谢谢 那咱俩什么意思 这 我其实琢磨过来了 你们俩是一家子 哎 你就认了吧 什么什么 朱迅你就认了吧 我们俩真是龙奉开吗 换好了吗 还没换好 其实这个诀窍在哪 你知道吗 我大概思考了一下 就在你量这个指头 这个这个数字上 如果是单数都能打开 真的吗 如果是双数就打不开 那咱们试试 试试 双数四就对了 一 二 三 四 好 连上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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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呀 蒙肥呢 地球人都看出来了 悲哀呀 悲哀呀 就是怎么着 咱也是龙奉胎了 是 你就认了吧 认了吧 我认什么呀 我认 我认你是 哥呀 弟弟 真的吗 我也乐意 会见 哎呀 好孩子 挑战那明星 替我报仇好不好 好 你懂的 对不对 对 好 来 两妹 请戴上眼镜 来 两位 请戴上眼镜 你忘了人家是双胞胎 哎呀 你不觉得此时此刻 我上去显得我有点多余吗 一点不 不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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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像一家四小吃呢 我也觉得 那我这属于小姑子 对 不是 你叫他们 姑 对 小姑子吗 哎 好孩子 挑战他们什么呀 说 挑战 纪念舞 纪念舞 就是先做一下示范好不好 好的 来 示范哦 哦 你们要验尊学哦 不管做什么动作都得是一样一样的 哦 不 贝贝贝贝 说 是看不见了 3 2 1 2 OK OK 真好 真好 我能不能先回趟家 不行 不行 不能逃脱 來吧 太難了 笑容不一樣 轉回來了 轉回來了 被追追了 回來了 回來了 沒有沒有下 不管怎麼樣 今天挑戰大明星你們滿意了嗎 滿意了 他們倆得分是多少 100分 那我們倆得分是多少 100分 那我們下加一塊多少 250分 好吧 那既然孩子們滿意了 也謝謝兩位大明星接受孩子挑戰 謝謝你們 謝謝 好的 親愛的朋友們接下來讓我們有請 今天參加比賽的五組選手 再次登場 他們要爭奪唯一的一個 非常小明星 好的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今天的五組小選手 再次回到了我們的舞台上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精彩 但是非常小明星 只有一個或者是一組 究竟是誰呢 決定權就在我們現場每一位觀眾的手中 您最喜歡幾號 接下來請投票 在這裡我們還是要提醒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您希望獲得更多的央視綜藝動態諮詢 您別忘了可以關注我們的新的官方微博 押指央視綜藝 或者掃描二級碼就可以加入我們了 期待著您的關注 好的 那麼今天非常小明星究竟花落誰家 來一起見分小 她就是 是 是我們的小紅娘 其他的小寶貝都表現得特別特別好 謝謝你們 別忘了我們的口號 既然有夢想 幹嘛 你不來 說不定下期非常明星 就是你 繼續在這裡 謝謝大家 朋友們 再見